喂 你好 叨叨 叨叨 你是谁 声音怎么那么像杰瑞呀 你听我说 我是来自一周后的杰瑞 今晚的凌晨两点半 你会死 杀你的凶手就是汤姆 你在说什么呀 他 喂 喂 什么东西 是恶作剧吧 我才不信呢 混死了 再见着睡吧 啊 什么情况 真的死了 家人们快点双击 难道真的是汤姆 我们可是很好的朋友啊 JerryJerry 快醒醒 怎么睡得这么死 不对 下午汤姆递给了Jerry一瓶饮料 那里面会不会有问题 多多 你睡了吗 没睡的话可以陪我聊聊天吗 不行 不能开门 汤姆现在很有问题 汤姆 现在很晚 我要休息了 杰瑞 你好好休息 注意安全 我先回去了 已经走了吗 得赶紧把Jerry叫醒 谁呀 豆豆 能够听到你的声音 我真的是太开心了 汤姆 你先听我说 我是来自一周后的汤姆 在凌晨两点半的时候 你会死 小心接 接什么 杰瑞 这是怎么回事 会不会是汤姆设下的陷阱 想骗我开门 我信你个鬼 杰瑞怎么可能害我 豆豆 大外夜的 你在那里干什么 啊 没事 有个诈骗电话 就是我饿了 陪我出去吃点东西吧 好啊 这好我也饿了 走吧 豆豆 我们去吃点什么 嗯 去吃 豆豆 你不是要休息了吗 我 我 我突然饿了 来吃个夜宵 这样啊 我正好也饿了 一起吧 不行 汤姆现在很危险 这 我想和杰瑞过二人世界呢 啊 我一个人吃怪孤单的 放心 我就在边上吃 不打扰你们 有杰瑞在 应该没有关系 行 那就一起吧 我只要让杰瑞陪我到两点半 说不定就能逃过这一劫 豆豆汉姆 你们先吃 我去上个厕所 你去吧 我和多多等你 多多 我们快走 杰瑞想杀你 啊 你干嘛 汤姆 你给我放给豆豆 观察你很久了 杰瑞 你别装了 未来的我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 说你要杀豆豆 怎么可能 未来的我也给我打过电话了 就是你想要杀豆豆 你们都在说什么啊 未来的你们都给我打过电话了 啊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